大巴黎欧冠出局之后,球队也是意识到了球队中后场上巨大的问题。 其中后防线上的金蓬贝虽然是球队清训太子,但是再次赛季报销已经沦为了玻璃人。 而另一位队长马尔金尼奥斯也是暂时让大家不放心,拉莫斯已经是接近前往沙特养老的状态了, 大巴黎也必须要对后防线进行升级和补强了。 而大巴黎也酝酿着王诈签约,其中第一个搞定的就是国米的后防核心石克。 如果不是东窗时候坎波斯为了节约1000万欧元转会费, 大巴黎可是可以早早地拿下这位强力中卫,补强一下后防上的漏洞。 但是到了下窗,大巴黎也将会直接免签这位后防核心。 而关于另一位后防巨星,大巴黎瞄准的人选也是让人相当意外的。 那就是曼林队长马奎尔,作为这两年被嘲讽最多的后卫, 马奎尔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世界第一身价中卫了。 在曼林队内他也是失去了信任,主帅腾卡赫已经告诉了马奎尔, 让他自己找到下家。 而大巴黎方面也想要用5000万欧元的价格, 欠下这位后防巨星。 其实双方在东窗时候就差点达成了签约, 但是最终时间不太够了,没有完成签约情况。 这次下创拿下马奎尔也是大巴黎方面的首要目标。 不得不说大巴黎后防线可以直接迎来两位实力强劲的后防巨星, 也将会直接制造一个铁血防剑, 为梅西和姆巴佩守护好身后, 让两位进攻巨星可以全力以赴地为球队取得进球。 让梅西和姆巴佩都不会离队的情况下, 下赛季的大巴黎补强之后还是相当具有看点的。 在被拜仁慕尼黑淘汰出欧冠之后, 梅西的又一次遭到法国媒体的批评。 奥莱报周五透露, 梅西仍然希望下赛季继续为巴黎效力, 2024年每周杯之后有可能转投迈阿密国际。 梅西与巴黎合同只剩三个月, 尽管合同中有续约一年的条款, 但双方目前没有续约。 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后, 梅西在一二月多次与俱乐部进行续约谈谈, 但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 世界方面还有待完善。 不过梅西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就是继续为巴黎效力。 奥莱报透露, 梅西很清楚, 尽管他在六月将迎来36岁生日, 但他仍然有能力在武达联赛效力, 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该报还指出, 梅西希望在2023-24赛季继续出战欧冠。 至于是哪支球对效力, 目前梅西只和巴黎进行了谈判, 而且巴黎也是唯一一家开出报价的俱乐部。 当然, 这也是因为巴黎可以确保拿下赛季欧冠门票。 问题出在俱乐部层面, 巴黎需要遵守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政策, 因此将在下床进行清洗。 一些球员会降薪, 内玛尔有可能会被出售。 同时, 巴黎还需要引员来提升球的水准, 帕雷德斯有可能回到巴黎。 巴萨一度为梅西回归造势, 但目前并没有报价, 而且他们的财务问题比巴黎更加严重。 拉布尔塔与梅西也关系破裂, 至于迈阿密国际, 梅西目前不会考虑, 但有可能在2024年美洲杯之后做出这个选择。 不迫不利, 大巴黎连续两年梦断欧冠16强后, 俱乐部管理层开会反省, 坎布斯留任的前提是下创时机必须有所作为, 加尔迪埃留任前提是保住法甲冠军。 世界体育报消息, 梅西首选去约巴黎生日尔曼, 合同细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完善。 同时, 意大利著名转会记者斯基拉报道, 巴黎高层正在极力说服梅西留队, 总和此前, 穆巴佩表示愿意降薪30%以保证梅西留队, 所以, 梅西驻巴黎在战欧冠继承定局, 唯一的变数是坎布斯的饮源计划, 不能达到穆巴佩和梅西的期望。 要在转会市场有所作为, 巴黎受了任务是先刮骨疗毒, 消除陈科, 目前巴黎的清醒名单, 贝尔纳特、索莱尔、埃及蒂克、 内马尔、拉莫斯等。 卡布斯的饮源目标, 除了目前传闻中的石克和马奎尔, 还有币锡, 奥斯美恩、谢尔基、贡萨洛, 马努克恩、桑切尔。 目前谢尔基这个未来之星身价1800万, 币锡身价7000万, 奥斯美恩身价7000万, 转会费较1.5亿欧, 购萨诺森加2800万, 转会费1.2亿欧, 马奎尔5000万, 时刻6500万, 受财政公平方案请轴的巴黎, 有多少可操作空间是最大的问题。 关于教练加尔迪埃, 巴黎给其的容错空间不大, 保不住罚甲冠军铁定下课。 而据对报消息, 姆巴佩、内马尔、 梅西、拉莫斯等人, 居然没有专门的比赛视频分析时, 这在西甲和英超是不可想象的低级错误。 再说现在的巴黎虽然是领先对手9分, 但是巴黎的伤兵满盈, 未免之路还得是梅西、 拉莫斯、姆巴佩等人拿健康来拼, 毕竟现在的巴黎凑不起5个替补。 总之, 续约后, 梅西的巴黎之路并不平坦, 奖杯对他不重要, 但是巴黎需要, 姆巴佩需要, 相信梅西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奖杯。 梅西所处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巴黎雇佣兵团队, 他在这里度过职业生涯的末期, 当然梅西自己也是雇佣兵的一员。 德国媒体《图片报》关于梅西和巴黎生日尔曼发表锐评, 猛烈抨击巴黎生日尔曼俱乐部。 很明显巴黎生日尔曼不是梅西的球队, 梅西也几乎不可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而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法国球迷和法国媒体, 无论是在巴黛罗纳还是在整个西班牙, 亦或是在阿甘廷或者放眼整个世界足坛,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像法门一样, 对于梅西和内曼尔等球员的抨击乐此不疲。 对报《巴黎人报》和Forge Mercato 在内的多家法国主流媒体, 对于新国家英雄姆巴佩重心捧略, 然而一旦巴黎输球或者梅西在球场上表现不佳, 蒲天盖地的舆论就会席卷而来。 这也是梅西想逃离法甲的原因之一。 德国媒体《图片报》此次为梅西发声全面阐述了事实。 该媒体的主题是, 梅西在阿根廷的时候全队一心终于获得世界杯冠军, 而在巴黎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雇佣兵团队, 并且表示,梅西一直都是世界最佳球员。 关于梅西的高昂年薪《图片报》表示, 尽管梅西已经36岁, 4000万的年薪似乎有点夸张, 但是要知道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大俱乐部的常态, 即使失败人也会为他们的顶级球星开出超级薪水。 关于巴黎欧冠出局《图片报》表示, 这不能完全责怪梅西, 他在巴塞罗那获得过4次欧冠冠军, 并且得到过7次世界最佳球员。 而反观巴黎, 尽管巴黎在转亏市场一致千金, 但是在欧冠赛场难以突破, 巴黎生日而慢需要反思。 关于梅西的未来《图片报》表示, 梅西如果为了金钱前往沙特联赛, 或者为了勤怀回归纽维尔老男孩, 目前看来都是错误的, 继续留守顶级联赛的顶级豪门, 是梅西接下来应该做出的选择。 梅西还会出现在2026世界杯的舞台吗? 梅西会和巴黎生日尔曼续约吗?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知道梅西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正如媒体所言, 我们坚信, 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依然会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